這裡是超市3.3頻道 現在播出普遍集 請你跟我這樣過 這個有關聯嗎 會有遺傳嗎 懷孕的時候 王老師 沒有直接的實驗 可是成癮理論裡面是有講 如果上一代對某一個東西 有過度的偏好 或者是有上癮的一個現象 的確會改變下一代的 基因蛋白質 對 所以這是 那剛才聽完各位媽媽的大腦 其實都已經被甜食控制了 你知道嗎 我們找了四個相關的一個研究 大腦研究 第一個 過度使用人工製的一個白糖的話 會成癮 所以剛才黃醫師講說 可是如果吃白糖 譬如說蛋糕 然後還有冰淇淋等等 裡面全部都是人工製的白糖 會讓你成癮的話 那你寧願吃 所謂的人工製的白糖 是指精緻的白糖的意思 對 沒錯 對 這個東西有發現 有會成癮喔 那第二個 狂吃糖的大腦的人 根據腦科學的研究 跟 課藥的大腦活動是一樣的 真的喔 是 所以他真的會不吃 他就會再受不了這樣嗎 沒有錯 他那個 醫學上面去做那個 這些人的大腦的腦電波 結果發現 吃糖的 狂吃糖的 跟狂課藥的大腦電波的 波形是非常非常有類似的 他是怎麼樣在吃的當下 有那種迷幻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是這樣反啊 有的時候 課藥的人也是這樣啊 真的 我跟你講 課藥他在沒課的時候 他有引頭的時候 他是整個這樣 六十五整個腦袋的口袋這樣 因為你吃好就穩定了 你課下去就很穩定了 上台一條龍 對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是不是一條龍 對 很高興 就吃過糖了 OK 小龍女 我以為他是說 他課藥會很嗨這樣 不是 不見得 對 第三個 過度的吃糖會讓 大腦有一個滿足系統 會失控 就是你會一直不滿足 你會一直想要吃下去 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它 也是越吃量越大 對 這是傷害大腦的一個因素 第四個 對小朋友的影響 過度的甜食會讓 等小孩子的注意力換散 注意力會換散 會注意力不集中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很擔心 我的小孩子吃太多 那些人工的東西 後來我有一次就是發現說 我好像在看到什麼文章 就是日本的政府 他們在規定添加劑上面 是很嚴格 尤其是幼兒食品 對 然後所以我現在幾乎 就給我小孩子吃日本零食 然後我發覺它上面 像匯率這樣很貴 那比較貴 對 對啊 我每次去日本 我真的買好幾萬塊的零食回來 台幣 好幾萬 對 我還另外打包紙箱 然後這樣帶回來 對 難怪它瘦得回來 因為花那麼多錢都心痛了 對 可是因為你看 它現在日本 比如說乳化劑 乳化劑就是我們之前 擔心的起雲劑對不對 它日本的就會寫說 它是大豆油來 它是天然的 然後比如說 它的明膠 它的明膠不是如果是不天然 就是我們現在吃塑膠袋嗎 它就會寫說 是豬皮萃取啊 變起來天然一點 對啊 聽起來好像比較好 你現在是刻意在彰顯 你的選擇是對的 我覺得它那個是它那個 就是每個人對這個定義是不同的 有可能 可是專家眼睛都瞪得好大哦 對 對 真的 對不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幫你證明一下 不好意思 沒有啦,重點是 糖啊 你旁邊是大豆還是豬皮 我不重要 重點是那個糖 他在包... 你把它弄... 謝謝看一下 砂糖 玉米糖 薑 葡萄糖 重點錯了嘛 對啊 我今天就帶了一本書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本書叫 《奶茶好好喝》 那這本書呢 就是一個很好的生命教育 就是跟它講說呢 這個故事呢 是跟一個公主有關係 這公主很愛喝奶茶 所以她每天就一直喝... 各式各樣的奶茶 不過這個公主喝奶茶呢 有一個不好的習慣 她加很多的糖 所以她覺得每一個茶喝起來 都很好喝 因為都甜甜的 結果她就越喝越多 越喝越多 就變這個樣子了 對不對 然後醫生呢 就看到她躺在床上 就跟她說 不行了 你這樣子 你的身體會不好 所以你要開始結實 而且你以後的茶 都不可以加糖 結果呢 這公主就開始每天運動啊 跑步啊 就變回她原來的身材了 而且她發現 原來不加糖的茶 有各式各樣不同的風味 中國茶有中國風味 那個西洋茶有西洋的風味 然後她就宴請大家每一個 這個大家都來喝茶 而且都不喝 不喝有糖的一個茶這樣子 然後最後再跟小朋友說 你看這樣是不是很健康啊 所以又不要去吃糖啦 遇笑於樂 對 不過像那個爹爹媽咪 他講的他第一胎 就是我在懷孕的時候 我吃甜 孩子他也就真的就有這個影響 所以他那個對胎兒的影響 會不會很大 就是說如果 像我們剛剛講的 認成糖尿病嘛 如果你本來你已經認成血糖 就已經很高了 那你又一直無止盡的 讓你的血糖一直都會處在高檔 那你的小孩就會 第一個你小孩會很大隻 會巨嬰嘛 就是你大隻生出來 頭就出不來卡住之類的 第二個是小孩出生之後會低血糖 因為他已經習慣於 你體內血糖這麼高 突然之間出生以後 他要靠自己的力量 可是他吃的東西沒有那麼甜啊 所以他血糖就會掉 所以那兩孩子出生 反而會低血糖 那糖吃多了真的會糖尿病嗎 這個不是一天之內的事情 這累積是有可能的 可能是累積出來 是有可能的 然後你還要有那個基因 那個體質 你愛吃辣嗎 吃不吃辣竟然會跟智商有關係 請問一下現場四位 你們愛吃辣的請舉手 全球都愛吃了 請問三位專家 你們愛吃辣的請舉手 你們愛吃辣的請舉手 我不信 對這跟智商有關係 對 所以你覺得你們是怎麼樣 我們被辣壞了 對不對